中央社雅加达19日综合外电报导,伊尼救难人员今天表示,伊尼昨天晚间发生浅层地震,导致数百栋施工欠家的建筑物倒塌,迫使2000多人逃出家门。 路透社报导,这起地震规模4.4,发生在伊尼中沼哇省,森特拉尔贾瓦,班查尔尼卡拉,班江尼加拉,地区,导致两人丧生,20多人受伤。 伊尼国家搜救总署在声明中说,建筑物倒塌导致人员伤亡,民众受伤后送医治疗,或撤离到离时庇护所。 译者,卢应兹,何稿,正式运1070419人。